台北股市又大跌 大家好 歡迎在這裏收看鄭老師同學會 好事多摩 昨天美國股市又大跌 但是還好今天台北股市大多數 都是賣這些全資股 台積電應該是今天又被賣了很多 所以為什麼我昨天說其實台積電 真的昨天台積電不強 昨天台積電不強 所以前天買的台積電為什麼 本來想說至少前天晚上美股是大漲 對不對 昨天台積電應該要漲多一點 漲多一點我就會留 結果昨天看起來台積電不強 所以就把台積電賣掉 然後買創意第二 創意第二不錯 昨天大漲漲停 今天還開低走高 一度大漲 尾盤收在平盤附近 沒辦法啦 你說外資要變現就讓他賣 對不對 反正台積電又不是不好 台積電真的跌到這邊 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只能說 你如果真的很喜歡台積電的 你如果是很保守的 台積電也好 2317的鴻海也好 真的你看鴻海 最近真的蠻強的 對不對 外資賣賣也賣不太下去 是不是 你說真的台積電只是現在外資在變現 等到真的要兇的時候 就會很兇 但是你說台積電被外資賣 台積電相關的呢 太深也不錯吧 所以為什麼我那時候一直跟你講 雷射切割機 高階的製程 對不對 精彩也不錯吧 還可以啦 還可以 賣完之後 投信認賠完之後 殺不下去 那邊投信買一買 全部又認賠 認賠在低點 那最近呢 怪怪的 最近投信又回頭來買 所以 有時候法人他們的操作 就是他們為了績效 他們有時候為了短線的績效 他們會去養小鬼 有時候又去亂砍股票 但是呢 我想你看我的節目 我告訴你是未來會好的東西 當你知道這支架公司未來會好 你不需要像投信這樣 或者外資那樣 對不對 追高殺低 真的啊 追在這邊的一堆 追到170的一堆 後來呢 不好了 對不對 營收完沒如預期 就砍喔砍喔砍 一直砍砍砍砍 砍到多少 砍到120 砍到120砍光光了 奇怪了 最近為什麼投信又進來買精彩 最近精彩還蠻強的 所以真的 不要像那些投信一樣 我常講 股票股價有時候是來來回回 短線上是來來回 但是你要看的是未來的成長性 這很重要 未來它會不會再成長 它做的東西好不好 對不對 它是不是有前途 那競爭者又沒有辦法跟它競爭 台積電 高階晶片幾乎都是它的天下 我想這沒錯 那 到了封測 一條龍的服務 那當然就是精彩跟創意 還有6789的彩運 對不對 那個CIS 彩運是CIS 那你當然說封測 平財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IP 所以為什麼要選創意 就是這樣的原因 你看今天創意也是很強啊 而且創意籌碼是更好 對不對 第一個投信又回頭補 那再來呢 對不對 放空也蠻多的 放空你把這個空單打出來看 這空單對不對 放空最近是在增加 放空最近在增加 是不是 所以真的有趣 你說股票是這樣 有時候就有產業 產業沒問題 你不用太害怕 碰到利空 絕對是最好的買點 那如果說又搭配了籌碼的優勢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龍券 昨天又增加多少張 又增加105張了 龍券479張 龍資2000多張 雖然說成交量不大 但是這個券值比嘎起來也蠻好玩的 到時候你到除權席之前 你這些龍券怎麼辦 這些龍券怎麼辦 可能會被嘎死 所以不要以為說 現在國際股市不好 對不對 趕快放空 不對的 就像美國股市一樣 美國股市你看 昨天雖然又回撤 又大跌回撤 那 NASDA也有收繳 廢半沒破滴了 廢半沒破滴了 對不對 道瓊兒也沒破滴 也沒破滴 那你想想看這有沒有類似 8523的時候 8523那時候有一陣子 最後的末跌段也是這樣 有沒有你還記得很清楚 8523的時候 來這邊 對不對 這邊8523嘛 對不對 那時候台北股市8523嘛 對不對 等一下喔 給各位看 這邊嘛 3月嘛 109年嘛 兩年前嘛 兩年前的3月份 那時候台北股市跌到8523 大家都知道原因啦 是因為COVID-19嘛 那時候武漢肺炎剛剛起來嘛 一個過年哇大崩盤 對不對 那時候美股是後來才崩的 剛開始他們沒有中 剛開始歐美股市還很安全 但是後來歐美國家大中標大流行 對不對 然後就也開始崩了 後來他們也開始崩下來 那時候原油的期貨還跌到負的 現在你看原油100塊 100多塊 那時候原油的期貨還跌到負的 還跌到負的 那結果呢 對不對 你看到有沒有 漲一天跌一天 漲一天又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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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跳來跳去 那時候也是這樣 那時候你說 早上起來看到美股是大漲的 但是美股期貨是大跌 那時候盤就這樣很亂 也是漲一天跌一天 漲一天跌一天 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但是後來呢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台北股市從8523 從8523 對不對 漲到18000多點 漲到18000多點 那時候台積電200多塊 我在我的臉書 我在我的節目 我呼籲全力大買台積電 250幾 230幾 那時候230幾 為什麼 第一個 真的跌到很誇張的 原油期貨也負的 那再來呢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的老闆 他的老闆 大金主 幾百億的喔 不是幾億元的人喔 是幾百億的人 那時候 他就是台積電沿路跌 他狂敲 那陣子他狂敲台積電 狂敲聯電 他跟我講 我說真的喔 那真的是 真的 那時候你看我的節目 看我的臉書 那時候我還在別家公司 還沒回來亞洲 我就全力買進台積電 230幾 240 250 都無所謂 Anyway 對不對 你想台積電漲到688 所以 基本上 你說這一波 當然 原因是比較不一樣 原因不一樣 是因為俄烏戰爭 但是我想啦 你說禮拜一吧 下個禮拜 5月9號什麼 俄羅斯的V-Day 世界大戰的勝利日的紀念日 那普廷要搞什麼鬼不知道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核子戰爭 我認為不會啦 那真的如果要放核彈 早就放了啦 如果真的放核彈 全世界都完蛋了 你放空的也沒有潛嶺 對不對 因為你也享受不到 那就變世界 第三次世界大戰 你也沒潛嶺的啦 你也 錢也沒用啦 你賺1億2億你也沒用啦 對不對 那也沒用啦 那甚至呢 普廷的親信 他如果要放核彈 他的旁邊的人 會不會把他幹掉 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你這個普廷是孝的喔 所以我覺得普廷不會放核彈 那再來有人會說 可能普廷要什麼 對烏克蘭先戰 那對烏克蘭先戰有什麼好處 他可以全國徵兵 現在他說 現在他對烏克蘭的戰爭 他們國內的口頭話叫什麼 特別軍事行動 他沒有說是戰爭嘛 所以他就是徵一些 現有的兵力 再加一些被騙去的軍人 但是輸了一塌糊塗啦 你說真的要達到什麼目標 好像都沒什麼目 也沒有嘛 基輔也沒站到嘛 對不對 現在呢 行陽艦也被打掉嘛 戰車也被打了 裝甲車戰車也是幾千台嘛 也死了好幾萬人 那你說他要不要全國徵兵 然後呢 對烏克蘭先戰 我覺得這機會也不大啦 因為畢竟 現在美國就挑明了嘛 拜登就挑明了 我跟著你對幹嘛 我們全世界西方國家那些阿托 那些鼻子尖尖的 我就跟你對幹了 你一個俄羅斯幹得了四十個國家嗎 不可能啦 對不對 你的武器也沒人家先進 你的士氣也沒人高 你的衛星又沒人厲害 你錢也沒比人家多 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應該五月差不多了啦 普丁應該可能會找一個台階下啦 我覺得啦 其實普丁現在就想找台階下 只是拜登不肯而已嘛 我講這樣有沒有道理 其實對普丁來講他其實 其實應該是蠻後悔的啦 他想找台階下只是拜登不肯而已嘛 沒辦法啦 這就是政治啦 那不關我們的事啦 那只需要趕快結束 萬一啦 俄烏戰爭 真的五月九號突然戲劇性的變化 普丁呢 對不對 宣布說他的目標達到了 佔領了烏冬 對不對 他撤軍了 他不玩了 玩不下去了 那你說全球股市會不會大漲 我想這一波最重要全球股市大跌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俄烏戰爭 最重要源頭就是在俄烏戰爭嘛 什麼通貨膨脹那些就是因為戰爭引起的嘛 連準會也不要騙人嘛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戰爭普丁打得下去嗎 我想大部分人應該都認為他打不下去了 真的勝算不大 那如果說下個禮拜那個五月九號 有沒有 那個五月九號真的V-Day 普丁呢 想不想我 我就拼命宣布我們達成目標了 撤軍了 他只要把烏冬顧好就好了 是不是 撤軍了 那你說國際股市會不會大漲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你說以戰爭來看 或者國際股市的籌碼來看 真的這邊沒理由去殺低 其實很多股票你看像創意這種 是啊 投信殺殺殺殺殺 殺到殺不完殺光光的又拉起來了 又回頭補了嘛 很多股票都這樣 其實很多股票都是投信啊 外資啊 尤其電子股 真的跌很慘啊 投信都殺啊 外資也殺啊 全部都認賠 而且投信之前養的小鬼都認賠了 你看這個金鴻也是一樣 有沒有 從290 跌到多少 跌到120 290跌到120 有沒有 投信呢 沿路的認賠 賠光光了 投信全部都賠光光了 亂砍砍光光了 之前養小鬼養得好爽喔 現在都砍光光了 結果呢 籌碼被誰收走 一定是被大阻力收走 對不對 這外資絕對是假外資嘛 這外資很多是假外資 被砍光光嘛 投信砍光光嘛 有沒有 砍光光啊 他都被誰收走 為什麼最近不跌了 被誰收走 所以你說你做股票 真的啦 技術面是一回事 我常講你 什麼KD SY什麼K線的 所以難聽一點啦 那個是騙小朋友 做股票最重要是什麼 籌碼跟產業嘛 只要他產業夠好 他成長性夠高 未來性還很強 對不對 自然有人會買 有人會買 線就會好看 沒人買 你現在好看也是破底啦 你看這邊 有沒有人跟你講底部 有啊 一定有嘛 後來又破底嘛 有沒有人跟你講底部有啊 後來又破底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原來是因為投信認賠 融資也砍光光嘛 就這樣嘛 但是投信認賠其實都是好事啦 很多股票其實你說 投信認賠完對不對 他就要漲啊 你說像這些 對不對 很多外資殺光光的 他就要漲 他融資又斷了 對不對 融資都斷了 他就是要漲 所以這個盤我覺得OK啦 你說 好事多磨是多磨 但是機會 是很大的 尤其是減便宜的時候 就像我說嘛 連電 對不對 六十幾塊 我想我叫你賣一賣 我叫你賣一賣 全中華民國只有我叫你賣連電 我叫你賣一賣 跌到五十幾塊 我覺得這邊就已經跌得蠻誇張 這邊其實可以不用賣 但是 對不對 四月份大盤又跌一千點 又多跌一千點 又破底 但是我說這邊真的都超跌啦 有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連電其實也跌不太下去啊 有沒有 也跌不太下去啊 是不是 他這個缺口都沒補耶 這個缺口都沒補耶 這個缺口都沒補耶 那甚至呢 對不對 我說我的清代的 我說你錢多一點的人 你買個立基店也OK啊 可是今天大盤跌立基店也是賺錢啊 我只想讓他們賺更多一點而已 找個好價嘛 難得跌到這邊嘛 對不對 如果股票難得跌下來讓你減 這邊我叫你都不要買 但是你說跌到這邊 OK的啦 至少有一個強勁的反彈 強勁反彈我們再來出嘛 你買的越多賺的越多嘛 這就是股票嘛 當大家樂觀在減的時候 我們呢 靜觀其變 當大家在殺低害怕的時候 反而就是你的好事 反而就是你的機會 所以這個盤我還是鼓勵你 找好的股票做多 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就像說你說 對不對 今天的新聞 台積、英特爾 晶圓大擴產 設備缺 晶片難產 短中期難解 所以為什麼說 延電也不要殺低了 立基電也不要殺低了 雖然說他們是成熟製程 雖然說接下來你說要再大漲價 機會不高了 但是因為設備呢 設備也缺晶片 設備也缺晶片 所以你說 這個產能利用力要 要趕快即時的舒緩 也蠻困難的啦 可能一到兩年還不會 所以至少說你 連電跟立基電都會有一個反彈 但是要反彈到哪裡 你就要跟著我的腳步了 你自己不要再亂做再套 我講很白 自己不要再亂做再套 那些叫你買六十幾塊連電的 你不要再亂聽他的話 我只告訴你 產業的真實趨勢是這樣 我想我都是領先市場好幾個月告訴你 對不對 都成真 那今天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就比較有趣的新聞 這個有空再來解釋 有趣的東西 歐洲半導體的業者分布 這關於第三代半導體 因非林 恩智浦 這些都是Power Chip 都是功力IC的 甚至Vitas 納維科技 這些都是比較關於第三代半導體的 關於車用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真的啦 你說漢磊也好 漢磊第二也好 這些真的都不錯 都是未來成長性高 你說他本益比真的高 但是你看今天大跌他還敢這樣子 他也沒死 你說像長榮陽明 你可以跟著我的 每天的極短線做 今天那個 我算的也還蠻準的 今天算的還蠻準的 今天時間比較極點 給你看長榮陽明就好 我每天都會有 每天都會有給我的會員 你看到今天長榮支撐點148 然後壓力較為151.5 148 151.5 站上148 就可以做多 148 151.5 今天長榮多少 最低呢 148.5 但最高沒抓到 最高154.5 至少說你不會殺低吧 對不對 你這樣子 你做一下小小的價差 你又把你的成本降低了 你看陽明也是喔 126 131 1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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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27 最低我算支撐127 有沒有 差0.5而已 最高131 壓力區被我抓到了 有沒有 所以我說真的啦 你說像這個東西 我每天早上都要精算 因為要跟著盤勢 所以你說我算的準不準 還算OK啦 還算OK 你說這種技術分析 極短線的不難 尤其大股票 這種極短線的東西 抓極短線的買賣點 它不會很難啊 老實告訴你不會很難啊 我們做20年了嘛 對不對 我們有看盤的功力在 我們有超盤的功力在 這都不難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主力可以轉控的 但是你說它比較特殊的股票 當然啊 對不對 這要看裡面的大雲 既然已經大跌了40%了 我帶你進去 我帶你進去 你就不用害怕了啦 融資也大減了 外資回頭了 對不對 那當然 你絕對有倍數的利潤 絕對有倍數的利潤 今天是 有點小拉回在這邊 小拉回 但是呢 也蠻漂亮的 那如果下禮拜再上去 這就會兇了 這樣的走法就會兇了 這樣的走法就會兇了 因為畢竟呢 農建建支比也蠻高的 還有第二 那當然呢 創意第二更有趣 昨天把台積電賣掉買它 我跟你講特別會員與上 創意第二賣掉買它 昨天漲平板 那昨天我跟你講 這個喜過就漂亮 這喜過就漂亮 這喜過就海闊天空 那今天呢 今天你看 來到這邊了 已經來到這邊了 已經來到這邊了 今天大盤大跌三百多點 它開低走高還來到這邊附近 開低走高還來到這邊附近 我是跟我會員講 我的想法 開低走高還來到這邊附近 那下禮拜呢 對不對 下禮拜這邊洗過去了 這邊洗過去了 至少先來到全波的高點 你看這邊的量那麼大 對不對 這邊一定過這邊嘛 這邊有量 這邊的量比這邊大嘛 這邊的套勞賣壓一定被吃掉了 你看今天也是在洗上 上次的高點 洗上去壓下來再平盤 今天收平盤 開低走高收平盤 那接下來下禮拜呢 絕對有機會 下禮拜一過去海闊天空 這個營收大增 這個比泰森差不多啦 泰森也是很可怕啦 泰森也是很可怕 但是他第一季的營收是成長一倍喔 成長一倍喔 這家公司跟這個很像 跟這個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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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那時候剛上市的時候很像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聽著聽著懂 那時候剛上市大概三四百塊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後來漲到多少 兩千塊 兩千塊 三四百塊漲到兩千塊 這家公司 創意第二跟這家公司很像 三四百塊漲到兩千塊 有沒有 漲到兩千塊 對不對 剛上市的時候 那 你說創意第二呢 它更便宜啦 我沒有叫你買很貴的 它很便宜 大家都買得起 所以我今天也公布給我所有的會員 公布我所有的會員 大家都買得起 那當然想像的空間很大 因為是關於電的 跟車子也有關 關於電的跟車子也有關 你也不用亂猜啦 你要怎麼做 對不對 你要找最好的切入點 也不要亂追 像說今天開地是可以買的 對不對 如果今天開高當然不能追 很容易被殺下來 那所以我一找我就設比較低的點位 給我的會員 今天開地買 都有肉 還拉得很兇 那很便宜 絕對便宜 但是呢 想像空間真的很大 因為它就跟這個一樣 它就跟這個一樣 它的走勢一定是跟這個一樣的 類似這樣的走法 三百多漲到兩千 這漲幾倍 六倍 去年如果做到這支股票也是很爽 六倍 六倍 AESKY 鴻海集團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喔 我說創意第二喔 這漲更便宜 大家都買得起 那個倍數空間有 絕對是有倍數空間的股票 那你有興趣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母親節的禮物 母親節的禮物 特別的優惠 那趁著母親節 好好的選好的股票 好好的休息一下 好好的休息一下 在家裡呢 對不對 養精蓄銳 防疫很重要 那也祝全天校的媽媽 真的母親節快樂 也祝我們的會員 母親節快樂 真的 大家辛苦了 但是 壞也不會再壞了 真的要加油 大家一起堅強 我們一定是活得比普丁 活得比拜登更久 絕對活得比他們久 他們要亂搞就讓他們亂搞 能再壞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我講難聽一點 現在大家 對俄物戰爭也都麻痺了 也沒什麼利空 當然美國股市跌 也不講俄物戰爭了 對不對 你說台灣的確診 三萬多就三萬多 不然怎麼辦 反正全世界都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說利空會鈍化 當然利空鈍化都在打底 打底完之後就要上去了 這時候當然你就是找最強的股票 或者找便宜的股票 就兩種選擇 找很強的 籌碼很有優勢 是營收大增的 那不然就找便宜的 台積電 聯電 利基電 友達 國劇 聯發哥 這都OK 這是便宜的 當然你要創意第二的 大家都買得起的股票 而且會很兇的股票 會很兇的股票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想這支股票大家都買得起 也是很有未來性的股票 很有趣的股票 真的今天也是很強 開地走高 如果說下禮拜過那高點 下禮拜過那高點 我想這個絕對是噴的會很兇 噴的會很兇 來看一下 這不見了 OKOK 真的講了太多產業的東西 這些都是知識 真的過了 過了這邊 就先看這邊 那這邊至少有三層 這邊理論上是絕對過 這邊過了之後 你看這個量一定是過這邊的量 這邊的量都沒什麼量 對不對 你就洗過去了 洗過去了一定過這邊 至少三層 三層完再看倍數 尤其是強勢股絕對很快 因為指標都頓化是強勢的攻擊 量也放出來 外資也回補 投信也進去了 好好的把握創意第二 母星節的優惠 也祝各位超多順利賺大錢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靖子